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如曹喜琴想喝吗 这一讲呢 我们就来解析金瓶梅里的饮食生活 我提醒你注意三个关键词 市井 风足和社交 单拿食物来论啊 金瓶梅里的食物啊 确实不如《红楼梦》精致 但小说里写吃喝啊 是用来推动情节 做到人物的 不是作者拿来炫耀的 金瓶梅里的食物啊 其实是市井烟火 恰恰符合典型人物的生活环境和身份特征 很多人啊 对《红楼梦》里的那道且响印象很深刻 普通的茄子啊 用了十几只鸡 经过特别复杂的工序 做出了刘姥姥完全吃不出茄子味道的小菜 那么金瓶梅里能给刘姥姥的茄想媲美 让万千读者津津乐道呢 恐怕要属宋慧莲的红烧猪头了 西门庆的妻妾下棋玩 输了的出钱请客 第23回呢 李平儿输了五钱银子 潘金莲便让人买了坛精华酒 一个猪头和四个蹄子 叫来往媳妇宋慧莲去烧 宋慧莲啊 只用一根长柴和放在灶内 一大碗的油酱和茴香大料 办好了 上下扣好 不用一个时辰啊 就把一个猪头烧得皮脱肉化 香喷喷的五味俱全 宋慧莲拿大冰盘盛好 连姜葱碟用方盒 拿到了李平儿的房里 宋慧莲还炫技 说其实啊 没用一根柴 要不然都能烧得脱了骨 《红楼梦》里的贾府 是京城里的公爵之家 自然讲究 食不厌精快不厌戏 但金平梅写的是山谷之家 吃红烧猪头肉的潘金莲李平儿 不是画上画的 诗里写的美人了 而是真正的市井女性 潘金莲会包果肉水饺 李平儿洗手提起啊 做葱花羊肉馅的扁食 西门庆常吃的是 血皮猪肚和妖子这类食物 就王六儿那偷情啊 吃的是韭菜猪肉饼 最有趣的是在花园里 潘金莲拨新鲜的莲蓬子 给西门庆吃 他嫌色 不吃 吃莲蓬吃的是情调 西门庆确实不懂 同样吃螃蟹 金平梅里吃的是酿螃蟹 里面塞上肉馅 用香料裹起来 用香油 酱油腌好 再炸 口感酥脆 而大观园里的螃蟹宴呢 姑娘们坐在偶香蟹水边的亭子里 慢慢地替蒸螃蟹 吃完了 还有写诗 两者的意趣完全不同 但是呢 西门庆家的饮食 却也有甲府不能比的丰富性 他反映出了典型的商业社会消费特征 咱们先看一下 西门庆和鹰伯爵的一顿饭 说明一下啊 下面这段文字是出自雌花本的金平梅 秀香本呢 对美诗描写做了大量简化 雌花本是这样写的 鲜红灯灯的泰州鸭带 虚弯弯王瓜 半辽东金虾 香喷喷油炸的烧骨 突肥肥干蒸的咸鸡 又有四碗下饭 烧鸭 水晶蹄棒 白炸猪肉 爆炒的腰子 还有一盘 蒸的糟食鱼 入口菊花骨刺皆香 西门庆用小金菊花杯 蒸荷花酒 陪伯爵吃 传统农业社会的特点啊 是自给自足 大多数吃的是当季当地的食材 就连《红萌梦》里的甲府 日常吃的也多数是自家农庄的畜产 一年到头就盼着吴靖孝 送来田庄产的各种山珍海味 但西门庆的家里啊 日常饭桌上就是辽东金虾 泰州鸭蛋 江南的糟食鱼 后面啊 还写了湖南的熏牛肉 四川的糟鹅针 江浙的冬笋 东西南北的各侧新鲜食材 地方特产 沿着大运河 来到了北方商人家的餐桌上 当时物流发达到什么程度呢 书里啊 多次出现了食鱼 鹰伯爵吃了亲人庆家的食鱼 责责承赞 江南此鱼啊 一年只过一遭 吃到牙缝里啊 剃出来都是香的 就是朝廷还没吃累 不是哥这里 谁家有啊 要知道啊 食鱼上市是春末 天气渐热 靠着大运河 加上用冰保鲜 食鱼才能从江南运到北方 咱们也就是最近三四年 才普遍享受了冷链的物流 这个小细节呢 一方面突出了新闻庆的豪奢 和大胆僭越 更是透露出当时的商业风貌 史书上说呀 食鱼成为朝廷贡品 是在明代万里年间 可以跟小说这个情节做个印证了 物流发达 物资丰富 这是商贸的力量 我还要提醒你啊 好吃好喝 新闻庆可不都是关起门来 跟自己家人吃的 金瓶美里的饭局啊 非常频繁 它呈现的是活跃的城市社交生活 我又要拿红楼梦做个对比了 红楼梦里啊 让人念念不忘的美食 几乎啊 全都是贾府的家宴 不管是元宵节贾母的精致家宴 还是秋天的螃蟹宴 冬天的烤鹿肉 参加宴会的 都是贾府的自己人和亲戚们 很少有外人 但金瓶美里啊 日常家里的饮食 总是一带而过 花了大量笔墨的 往往是五花八门的饭局 饭局上都是三教九流 是没有血缘关系的城市市民 饭局啊 本质上是一种城市社交活动 吃饭是其次 关键是局 中国人的餐桌上 做词很关键 按传统的规矩啊 再朝续绝 再也续齿 就是说啊 官场按官位大小排 民间呢 就按年龄大小排 不过呢 金瓶美开篇的第一个饭局 就打破了这个传统规矩 西门庆和英伯爵他们 在玉皇庙接议 西门庆说啊 婴儿个年龄最大 是大哥 英伯爵摆着手说 这年头 哪里论年龄啊 讲的是才是 大官人最有钱 自然是老大 于是把珠洋卸开 基于国品 整理厅当 大碗大盘 摆下两桌 西门庆啊 就做了首席 英伯爵说的是实话 金瓶美的时代啊 有钱才是老大 饭局上啊 比吃什么更重要的是气氛 所以西门庆的饭局上 永远少不了英伯爵 还有个歇息大 帮贤们趋翼奉承 金女们地久半唱 笑骂声乱飞 昏断的起舞 有意思的是啊 英伯爵讲的 田鸡和螃蟹的笑话 我们现在也还在讲 当然啊 饭局少不了唱曲的 曲子都是一套套的 大部分是 名代流行歌曲 比如山坡羊啊 索南枝啊 有的大胆直路 有的呢 非常有文采 去青楼喝酒 自然是西门庆买单了 别的人是白吃白喝的 遇到西海美食 比如鲜乌龄 鲜鼻气 冰拔的琵琶果 这些人不但一把都抢吃了 还藏着袖子里 拿回家 西门庆啊 从不介意 这不光是大方 对他来说啊 饭局也是他的社交投资 他可以通过饭局 接交权贵 第三十一回啊 官哥买月酒 乌泱泱来了一堆人 除了青河县的各级官僚 富户亲戚 还有两个太监 他们都是从宫里啊 派到地方上 监管专项事务的 他们再三牵上 还是被众人推着 走了首席 当年给西门庆借钱的蔡壮元啊 当了巡言御史 又来的西门庆家 西门庆准备大桌面酒席 说不尽的真羞菜肴 连跟班的下人 也每人五十瓶酒 五百点心 一百斤熟肉 这顿饭啊 一共花费了千两金银 蔡御史很满意 惦记着啊 不知何日再来 再来的是宋御史 他要借西门庆家啊 宴请六皇太尾 排场更大 这一场豪华的宴席 自然是西门庆出钱了 但宋御史应是差人 送来一百零六样的分子钱 不收都不行 言下之意啊 我们可不是吃大户 是拿了钱的哦 当然 西门庆花了这么多钱 也是一项投资 果然对这场豪宴 宋御史很满意 后来跟西门庆聊天啊 提起地方民情风俗 考核地方官员 西门庆趁机推荐了自己人 说到这里 你应该可以理解 小说为什么每一回都在吃吃喝喝了 但即使市井生活中 最常见的场景 也是西门庆这样的城里人 最方便的社交场合 最后啊 我们还必须回到小说的主旨上来 自身的金迷张爱玲说啊 就因为对一切都怀疑 中国的文学里啊 弥漫着大的悲哀 只有在物质的细节上 她得到欢悦 因此 金平梅 红楼梦 仔仔细细开出整桌的菜单 毫无倦意 不为什么 就因为喜欢 细节往往是和美畅快 引人入胜的 而主题永远悲观 一个人乃至一个社会的闲暇时间 决定了她的生活质量 也藏着她的未来 西门庆家烧鸭子炖猪肉 盆满钵满 好像是在丈量 欲望到底有多强 有多大 但到了67回的时候啊 西门庆已经喝不了 酥油白糖熬的牛奶了 还想英伯爵抱怨 我身上发酸 腰背疼痛 英伯爵说 你这胖大身子 整天吃这些厚味 是要上火的 欲望无边 身体却有限 这预示着西门庆的生命 也到了尽头 书中的饭局啊 可谓三天一小场 五天一大场 似乎永远都会这样吃下去 不过呢 西门庆死后 热闹都跑到春梅家 张二观家去了 风光都是别人家的了 胡吃海塞 吃到最后 仍然不眠 水米不尽 撒手人寰 做个小节啊 金平梅是我见过的 最爱写吃科的小说 几乎每一回 都会写到吃饭喝酒 小说写到的市井烟火 完全符合 金平梅塑造的 新兴城市商人的角色 小说中西门庆家的丰富食材 也映射了当时发达的物流 商贸 饭局啊 是陌生人社会重要的社交方式 西门庆热衷于为饭局买单 很大程度上 是把饭局当作了 街交人脉的工具 在这种场合里啊 跟谁吃 比吃什么更重要 留个作业啊 有人说 金平梅这么密集的写饮食生活 意味着过于关注身体和现实 而无暇关心现实之上的精神世界 这个问题你怎么看呢 欢迎在留言区跟大家讨论 下一讲呢 我们要聊一聊 市民社会有什么样的文化娱乐